然後BOF就是Kostka本來一直以來的一個傳統 就是希望說能夠讓同樣的五以類去 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Birds of Feeder 就同樣羽毛的人 同樣羽毛的鳥應該這麼講 就同樣羽毛都可以聚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這裡面有很多內容 我是其中一個 這邊我看一下 好是這個 開原社BOF 那我這邊也先介紹一下開原社 然後那個今天就是這個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Richard 李履強 我是開原社的 然後今天這一場BOF是有兩位 一位是叫Kevin 黃宏文 然後就是跟我共同出品跟主詞 那出品這個詞幾滿中國的 就我是去那邊才學習的 出品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兩個一起把這個內容給做好 因為以前台灣也看過這個詞 然後總之我們就邀請到各種人 各種人來參加 然後希望交流其實不只是中國企業 就是說只要你是個企業 或者說你是一個開原個人 因為我們講的是三個嘛 就是開原這方面 商業這方面 跟社群這方面的一個事件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是聚焦在這一塊的 當然你要問其他的也可以 就是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座談會 其實是一個沒有主題的 因為BOF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互相認識互相聊 今天可能只是一個開端 大家認識起來成為一個群體 然後呢我們可以在後續 就是更多的交流 那我們這邊先簡單 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我認識的 我先點名字我介紹 我先講我自己 我先講我自己 我叫林律強Return 然後外號叫搶歌 我現在在華為 上台華為 然後去那個 是在做華為人工智能平台的一個推廣 然後以前一直以來都是在台灣 我一四年到大陸的 就一四年之前 都是在台灣的開原社群 不斷的就投入 所以Costop今年參加已經第十一年了 就每年我這時候一定會回來 過年我不一定回來 但Costop我一定回來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也是開原社的理事成員 那Kevin你幫我自我介紹一下 開原社 啊 開原社喔 對 應該要講一下開原社是什麼 那開原社是什麼 能不能請 Ted 來 我們不見了 這個他稍微上個席 好 上個席我請 因為開原社創始人理事長 就是我有請來啦 沒事 好 那我先解釋一下 那個開原社的一個歷史 就是說2014年 欸 你可以拿哪一支辦公司 我們兩個共同組 開原社的歷史其實是 在2014年的時候呢 就是中國國內有幾個企業或者是社群 他想要搞一個開原聯盟 所以名字就叫開原社 我知道新竹有家開原社幾排啦 但是我當時也不知道 對 結果我也不知道 這個名字後來 反正在大陸用是一致的 那當時有五家創始會員成員 就是有微軟開放技術 當時是那個 Microsoft的OpenTek那樣的名字 後來被微軟就又收購了 因為他是全支持公司嘛 就希望把微軟就是這個 撥亂反正就是變成是支持開原的企業 就一開始 微軟OpenTek的目標是這個 就是希望先把一群開原人培養好 然後再植入到烏龜爾讓他能變成 然後第二個是 當時我載了一個小的startup企業叫Gate Cafe 他當時我在這邊是負責這個市場運營的 然後第三個是CSDN 是中國最大也是最老牌的一個 算是開發者社群或是 怎麼講是一個媒體啦 一個媒體也是一個社群 有BBS殺的 CSDN 它是最老牌的 但是現在可能太老了 所以有各種新的東西出來 大家也可以去看 然後第四個呢 就是那個當時國防課大 sponsor的這個 Ubuntu Killing 就優淇淋 Ubuntu Killing 中文叫優淇淋 然後還有第五個是 那個Gnome Asia 就是有一套是做 那個DNS上的那個桌面環境 叫Gnome Gnome Gnome Asia 就是Gnome Asia這個社群 然後我們五個社群作為是 五個公司它社群就是作為是個發起人 然後希望找了一大堆中國 當時第一代 就找一大堆中國的企業加入 所以一開始是一個企業跟社群之間的一個聯盟 叫太原社 可是後來我們發覺不行 就我們實踐的結果 覺得 其實太原重點是人 不是那個後面的 其實社群本身也是人嘛 那企業本身就是 它是為了要賺錢嘛 所以後來發覺這樣運作起來有點問題 我們後來就改了第二版 就太原社2.0 就真的就全部都是個人 就個人去參加 所以說呢 現在的太原社 對 昨天說到什麼還多 那9個還多 對 然後那個 所以就是那個 我們第二代之後 就改成是由個人來組成成員 然後我們的理事也是個人選 但是要加入太原社成員 個人成員的話 你必須在太原社當中有貢獻 例如說你加入某個貢獻組 你可能是 比如說你是基礎建設組的 然後你來進來寫這個網站 或是做什麼東西 你是哪個項目組的進來 你就可以變太原社成員 所以其實現在太原社成員並不多 不是說什麼幾千幾百個 現在是幾十個人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希望這幾十個人 每個人都必須貢獻 然後成為社員 然後我們一起來推動 就是整體的 這個中國的開原的發展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開原社 因為剛本來想要讓Ted介紹 剛好不在 我就只把它講完了 OK 那我們一一來自我介紹一下 好了 那如果沒有填表也沒關係 反正這個 大家就是非強制的方面交流 那我介紹完了 Ted you 要給你介紹一下 我今天來介紹一下 我現在目前在 OIN OpenMain Network 那它本身是一個公司型態 但是本身是沒有影迷的 那我們的背景是由六個 可能現在是八個 IBMNEC 貝利普索尼 紅帽 納貝奧 東田 還有 五個八個公司 資助我們做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用Linux的平台 但是不要在地上 你來做專機訴訟 就乾的事 那目前呢 已經有三千多個成員加入了 包括 呃 呃 絕大部分你可以想到的公司 包括到微軟 我們長期的事業 歐立國 加入你 終於掉了 微軟現在已經變成很開源的公司了 對 對 很厲害的商業公司 對對對 那 在歐安之前呢 我是15年加入歐安 在15年之前 我在幽邦谷工作八年 那主要是讓幽邦谷飛送 呃 亞洲 主要就是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 這邊的商業公司 那 所以 實際上在最後 一開始主要就是 國際 呃 跟基本的那個 那個 支配 那後 後來的三年 我就做了你們的項目 那我們那時候做比較大的 做比較好的適當在日本 像 NEC 亞戶日本 還有 NTT 那些 三個都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通過 有很多的關係 那 我本身的背景 是要在接觸 幽邦谷之前 我本身的背景 實際上跟開運營那種 都是在 Moracle HDI NR 展覽 那 所以 來到 去幽邦谷也是一個英語 然後 當初 小人 變成很貴的 因為有小人 然後 迫使我要去找一個出入 就是變成很貴的 然後 到流亡 然後 雖然我是台灣 運營的第一個 地獄人 我好 開始 做的就是 所以 實際上 我是一直蠻鼓勵 所以 同學 或者說 多方去接觸 跟還有相關的 認識 他 這些都可能變成 未來的一個工作 或者有興趣的方向 比如說我自己在 我會來到 因為 在幽邦谷的時候 我常常參加 這些 我記得的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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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 通過這一套 我會知道 公關這個組織人 然後一直認識 剛好 有 有一點 有一點 家裡有一點 狀況之後 我都 順利就把公關 也才從那時候 開始在 公關 那現在也許 也有 所以這些事實際上 我不是說 我今天想做什麼 然後我就斷路 可是 我常見的 好 那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這個 Costcov有一個 共閉系統 大家應該知道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 聽到什麼東西 想記的話 可以寫在這裡面 就是說 這是一個共閉系統 怎麼去呢 就是你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 開源車BOF的 這個一層表 這邊有一個 共閉號 那這個就是 整體的一層表 大家應該知道 那我跟Kevin 可能自我介紹講比較多 那接下來我可能 因為如果照剛剛的 速度介紹完 我們這個BOF就結束了 所以說 所以說 大家介紹一下 那就是 我就點個名 我覺得 這個Cat還是要讓他 也有跟我們一樣 多的時間介紹 畢竟他是開源車大家 這樣 所以要不要Cat 我們 你也講一下 有點快嗎 這是 哇 有點快是不是很好 不然你掌門大一點 好 我想點大一點 我是Cat 有跟動 我在台灣出生管大 然後呢 到 對目前還是中華民國人民 對 沒有其他日本國情 到美國念書之後 我們跟他工作一段時間 在台灣 加古文 然後之後呢 到大陸加古文 然後呢 大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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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那個時候 就按換就死掉 你們這次用什麼 但是呢 我反正就是 我父親呢 親家人 在台灣 那我想 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Costcom 然後看到 那我想 這次呢 開設 這個 大陸的 高級的 大陸 反正 我們也學習到美國 學習到一些 尤其是這麼多志願者 在這麼晚的時間 這樣考慮的活動 然後像今天的那個 緊急遷移的 效率指高 我相信 很多志願者 不免不休的 在 在參與 在開設 改變一個的執行 那我想 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在大陸呢 原來 是 成立開園社的時候 就是一個 就像 剛剛Richard所介紹的 是一個 組織形式 組織加入的 那2017年呢 我們覺得 組織形式 還是有 有 它有自然難省的地方 所以後來呢 我們改成是 個人職 那 現在參與我們社區 大概500人左右 接近500人 但是呢 正式成員呢 大概四四五人 支持五位 就像剛剛Richard所說 我們就是 有貢獻的 就像我們講 精英盡理 Bombering Prophecy 大家來 那個 有貢獻 各有更大的影響力 能夠發言圈 那我們 對標的 組織呢 在2014年 我們成立我們的問題 為什麼 在亞洲 和在中國 沒有一個像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Apache 軟體基金會 或像 Lenix Foundation 這樣的好的組織呢 所以我們當時 是一個初心 最初的組織呢 有點像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一樣 但事實上呢 我們對標的是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所以2017年 我們改組為 像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是完全個人志願者 留下 事實上的一個 好跟社群成的聯盟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 未來 在兩岸之間 大家意思多交流 非常不短 11月2號 3號 打個小廣告 在上海 我們主辦了 第四屆的 China Open Source Conference 叫Postcom 11月2號 3號 在王老師的 地盤上 這個沒有抄 對 沒有抄Postcom 因為它就是中國 Open Source Conference 看得出來 Postcom 對 對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的場地 然後歡迎 那邊也會有一個 Costcom Track 對 對 就是我們這次的 交換醫生 就是有這邊 Costcom的 給衣櫃給Costcom 然後我們Costcom的 也給衣櫃給Costcom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交換 對對對 好 那歡迎 歡迎大家能夠 也能夠到 上海來參與人大會 好 謝謝 好 謝謝 廣告時間結束 這個很重要 其實就是廣告 就大家來交流一下 那接下來 我一 就先由我這邊 來點名介紹 如果不在上面 大家來簡單介紹一下 那莊表委是 我法輝雲的同事 負責軟件 開發雲在這邊 然後昨天有個議程 但是他可能比較早 所以大家沒聽到 你可以今天再把議程 再多講一點 因為我覺得跟商業的關係 非常大 就是一個心路的議程 所以待會可以導演一下 就是你昨天講的那個 你今天講完 然後我有想到嗎 好好好 再來打尋一 老馬 騰訊 然後他是這個 中國的Docker社區的創始人 帶過華為 然後也在騰訊 昨天有個不能錄音錄影的演講 就是他的 那果然來很多人 這個套路是我給他想 不知道 好 然後這個三次好來不了 我把他幹掉 因為他飛機卡在香港 因為他是香港級的 然後那個飛機飛不過來 所以就沒有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李奇鴻在哪 不在 紅不在 好 那他幹掉 因為這是我幫他寫的 那他來不來我們知道 我先幫他寫 然後玉博在啦 玉博在這邊 OK 那邊 然後王玉博是滴滴出行 這邊負責開源技術的負責人 然後其實滴滴出行是大陸非常知名的 一個打車軟件 就你們去大陸肯定都可能會用的 然後 MacCare在嗎 在後面 對 那之前那些我也認識好一段時間 之前台北的這個OpenStack的社群 就是MacCare在主要在管理的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Bob呢 有來嗎 沒來 那我不刪他啦 因為他精神領袖嘛 Cincia 在部 在掌位 也是我們的理事 就是我們這些派遇社有個掌位 他覺得要推廣派遇社 來這邊猜他對不對 欸 葉老師 葉平你會進來 沒聽到這個 要進來聊聊 我們 可以這樣被點筆是不是 對 好啦 大家 好 你之後可以可以約 OK 現在 對不對 葉老師就是之前那個 等一下就是 之前我去 去美國的時候就找他 他那時候來讀著工作 對 然後現在又搬到另外一個城市 也是我們Core Scout的大家長 因為我非常早以前參加Core Scout 他就是當時已經是精神領袖 如果說法國是精神領袖的話 他是 精神領袖 第一代導師 對的啊 這樣子 好 王偉老師就剛剛講這一位 華東師範大學 OK 開練生理事 然後再來是 Earnis的在馬 也沒來 Earnis還沒來 好 Ander Ander有來嗎 沒來 Sinney 可能也沒來 這些都是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所以他們可能 礙於面子就把他寫上去了 只是寫到抱我哥子而已 Melanie 然後白曼城 Gee bed soul 他是列鍵石中國的 我的意思是很難介紹你的這部位 技術合作人 OK 那其實他今天下午也會有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是通行的 就是那個社群網站是不是 對 分析報告的一些 其實是下午的 分析是下午的 分析是那個Pierre Grand 他有兩個意思 好 待會我們再參議一下 那總之呢就是那個 他也是我們開源社非常年輕的一位 就是96年嘛 對 比較年輕的一個貢獻者 參與中國開源年度調查報告 對對對對對 中國開源年度調查報告 我們現在也正在做 然後他也是重要貢獻者之一 哈維也在這邊 就上一個BOF的主持人 OK 在甘利 甘利也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希望他們能來贊助Postcom 然後再來是 他們兩位應該都在展位 對對對 也是我們的開源社的同事 然後這個Jason 大家都喜歡填的時候忘記 那我沒辦法了 我知道他填這個名字 因為是寫著假的 你只要坐在那邊 我們都不知道是誰 好 那這位呢 Chu 那我是170 那是你好 你好 你好 可是這我介紹一下 各位老師 在那個 這個唱來的那個Chu 然後 我是在 國家中山科學院 中山科學院 中山科學院 好 中山科學院 對 對 一定在講 你們的側命嘛 最近就簡單講一下 這個就是台灣的軍方 所以我 對對對 這到底怎麼在弄 有 有 有 OK OK 大家不要緊張喔 台灣軍方就不會怎麼樣 對 那應該有在錄影 對 可能有在錄影 有在錄影 有在錄影 對 可能會講那種 我知道那不是提起所有的人 有錄影 錄影會怎麼樣 沒有啊 就是大會要保留 大會會保留 會放在哪裡 呃 如果不能上傳的話 就不會上傳 好 沒關係 可以上傳了 哈哈哈哈 我們請問 大家會是 先用可能摸著 如果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一些 就是 要 就 二次完 我們會有 在 好 OK 就是想要在這邊 要說 在紀念內部裡面 做開設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想要會去 有什麼 可以 這問題 你就可以回答 或者是你也可以回答 紀念內部 欸好 我們就列一個題目 大家請這樣子喔 你有什麼問題 直接開電腦 然後我們把題目列在下面 是不是 那想討論的題目 OK 我們現在 我們就直接開 比如說第一個題目 想討論什麼 想討論 第一個 系列 內部 啊 開源 的 是 是誰 你的意思說是 要誰來推動 好 然後想討論就寫在下面 大家就知道這文檔在哪 來 有個題目出現了 我看到他也在 好 沒關係 想寫的寫在下面 再來是那個 馬提劉 劉生 有在嗎 不在 沒關係 他昨天也是我們講師啊 他是那個 Elastia社區部導師 也是做DevOps的 就中國做DevOps 有辦很多活動 Kuma是哪一位 在嗎 不在沒關係 羅西悟老師呢 在嗎 也不在 不過下午由BOF 另外一個教育的論壇 他是中正大學的老師 羅西悟老師 Tumi呢是哪一位 你好 你們借我介紹 好 那好呢 我就是剛拿到一個 資歷科大的行銷線教育 然後 可是在這個教育之前 就是我 今年有在一個科技部計畫 就是拿到了一個就是 開源的產業研究 是不是研究 台灣的開源創新 對於產業的影響這樣 所以我昨天才會在那個 問你說就是 我想要了解大陸的廠商 他們就是怎麼樣去推動開源 然後是哪些產業是 就是會去採動開源這樣 那我可以就是簡單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研究發現就是說 因為我訪談的就是台灣的 就是IC設計的業者 那其中在場有一兩位被我反過 然後就是發現說 就是台灣的廠商 採用open source的狀況非常不便 但是它的心態是為了post down 它不是為了提升價值 對 但是如果你要正確採用開源的心態 是你要去認同開源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它可以去提升產業的生態 甚至是為產業帶來創新的升級 那所以我會很好奇說 在中國的情況是怎麼樣這樣 謝謝 OK 所以你的問題我這個 要什麼一句話寫完 我等等自己來寫就好 好 你自己來寫 這個是誰寫的 第二點 那我寫的 好 沒關係 來來 繼續想討論就寫在下面 然後剛剛那個Tumi就寫 也寫在想討論下面 然後再來試習資源 哪一位 來介紹一下 工作室的聯合 工作室在聘務公司做JS 小班 最大的 就想討論什麼 好的好的 小班 小班的後面 你怎麼介紹一下 好 我不是提了小班 然後就是 平常我們在做的是公益方面的開業 像誰會想要多了解開業 你怎樣可以做小班 OK 對小班 從我在紀念上海的這個 Linus Foundation辦的大會 我們也講了一場演講 就剛剛得獎了 就講給中國大陸的人聽說 台灣社區什麼發展 所以有人聽完之後覺得 那來Post Club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高重建 高重建 還是高重建 你好 請 我是 贊賞物養基金 最重要的 但是香港 然後我是做一個 去關鍵的記憶 然後 剛好待會是阿姨也在這裡 可以討論 怎麼用去關鍵檔記 那個學校信息 好 Lightpoint 這個我知道 當然那個電視開業 好 原來就是你 因為這個ID我認得 是一個圖 就是一個漫畫的圖 對不對 那我認得你 跟ID OK 現在認得本人了 Tony 來來來 台灣大車隊 有什麼APP問題 可以問你嗎 剛好 我們在55688 就是台灣大車隊 台灣的主要大車部工作 那目前在推動內部 我們家基本上99%是.NET 那大家應該可以理解IIS Framework 然後C-Sharp ZiQL Server 整套的體系 我們現在就要往.NET Core 加上 非ZiQL Server 提系的電腦杯子移動 那大家的情況是這樣 那我們 過去也有一些在開源的經驗 那今天很早就跟大家討論 那下面我的那個題目 其實想要討論的其實是 欸 我們到底是 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們多數的情況是作為 使用開源的成果 但是我們在貢獻的這一塊 我們在兩者取捨 在企業內部 我們在如何貢獻回開源 包括我們怎麼把自己手上的案子開源 以及包括我們要不要去發PR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contribution 謝謝內部跟開源社群之間的互動 那一塊是我好奇 各位夥伴在自己的企業裡面 目前碰到的情況 那也算是我們的一個提問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還有James 來來來 介紹一下 各位好 我是James 在台灣的最大的科技能 以及數位時代的公司 然後今天是各地來學習的 對 如果有人想寫數位時代的偷稿 也可以投給他 因為他今天一直跟我邀稿 但是我都寫不出來 哈哈哈哈 在位置位置裡 對對對 真的是台灣最大的傳統子媒 就是做數位時代的 最大的 真的 對 但你也不是只有傳統 線上也是傳統的 線上也是傳統的 因為是第一家 我跟你講 傳統就是好 真的啊 新年傳統全新感受 好 你看會笑 Earlyce來了 Earlyce來了 好 來來來 小朋友請坐 坐前面好了 來好了 開源小將 好 那你都來了 自我介紹一下 哈哈 我們正在自我介紹嗎 我是以前玩摩托亞台灣 對 藍牙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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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再來是Harrison 哪一位 我是在遊戲公司的 小檔評審室 那我會想要就是 來聽大家分享 就是 企業裡面怎麼做開業 因為我 比較少拿到遊戲公司 就做點開業的事情 然後想知道 其他的企業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剩下的 我們就 因為沒寫嘛 這代表你可能 介紹一下那個吳聖 吳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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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我介紹一下 吳聖 吳聖 來來來 OKOK 吳聖 我在美美的公司 叫Trade 叫做Smash 然後我自己普通的Daydrop 就是Open Source 然後一般的工作都在 Harrison Foundation 或者是Innovator 然後 EU Foundation 和SF 也會有一些 比如說大家去QCon 會去幫大家去review QCon Program Committee 去幫大家review SF 大概可以了 我替吳聖打個招呼 好 打人一個舊廣告 不是廣告 他呢 就是在中國 在對企業開源 還有對個人項目 怎麼樣變成 從個人項目 變成全球領域項目 是有發援權的 然後呢 也是一個個人創業者 推搭有關 個人項目 不同變成領域開源項目 和企業開源的地方 那是誰有發援權的 好 水哥也介紹一下 我幫你寫一下 Dollarworks 成都Freeco Camp 對 我是成都的Freeco Camp 的社群負責人 然後在 Dollarworks 工作了三年 Dollarworks 如果大家在Github上搜的話 它是有300k的start 它應該算是全球最大的 工藝的 工藝的編程學習平台 然後我們是成都這邊的 在線下的城市社區 然後每半多月一次的 saddle 或者workshop 然後也會每年辦一次這種 比如說 Webfrontend 或者說 4stack的 conference 就是 我待會兒 我一點 一點到兩點 我會有一個workshop 就是說 來把我們Freeco Camp 還有開源社 這個 Github這套東西 這套workflow 這個來做社群 來把它 把一個社群變成一個 開源文檔項目 這樣的一套方案 給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拿電腦 幫你吃光飽 對 好 就是待會兒他們會講一個這個 可以一起來玩 OK 好 那 還有誰我都介紹 R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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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看到 Royd來介紹一下 是褲子 讓他上房 對不對 你不用嗎 好好 那沒事 或是想自我介紹你們 可以直接沒有寫的沒關係 想自我介紹 來介紹一下 沒有的話 那我們現在還有 一金花 來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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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要不要有人指你啊 後面說 Ping要自我介紹 Ping要自我介紹 對 Ping就說 我還需要自我介紹 哈哈哈 就不要另外 就不要這樣子 還需要 哈哈哈 對啊 大家好 我跟葉廷 線上的話 你的ID叫Ping 你還可以做 對 那 我剛好是PostCop的 那 現在是在 Google 那個 量子期間 使用到 來做一次 建造到 一大 有一點點 簡單的量子計算 好 這樣子計算 那 在加入Google 之前 加入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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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出 在台北 也很高 一些 就是 有很多 然後 在台北的 都 做一次 其他 有沒有 OK 感謝大大 好 哈哈哈 好 來 對對對 我剛剛看到你 趕快抓進來 我們就 含金量就增加很多 好 第一個 或者 系列內部開源 由誰來推動主導 有沒有人想 要不要表演 先講一下你的 我先決定 對對對 你就直接講 拍照 朋友嗎 來 對對對 因為這題目他們適合 不是 我是在 我是在 法威內部做 做內部開源 然後 昨天被人在網上吐槽說 重新定義了開源 但其實不是 內圓和開源是兩個名詞 內部開源 或者叫簡稱內圓 只是在一個公司範圍內 互相能夠看到其他團隊的代碼 這已經很難 更不要說還要開出去 所以 我們在 華為內部有一個名詞 叫 鬆土 如果你想往土裡面 種點東西的話 你得先鬆土 我就是先去鬆土的 然後鬆了以後 它才有可能長東西 長的東西 將來才能夠開花結果 所以如果內圓做不好的話 只有開源 其實也是虛的 也就是說 如果一個企業 它只是在外面宣傳 我開源 我開源 但是它內部互相 員工之間的代碼 都看不到的話 那麼 這個公司的開源 一定是假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判斷 其實在我們公司 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團隊 都會來推動開源 或者說 首先是推動內源 但是 主導這件事情是 看誰的賞人大 誰的影響力大 以及誰的膽子大 才能夠做主導 像當時我們是一個工具 工具團隊 我們的出發檢視 我們要建一個工具平台 大家來用 然後呢 你既然來用 你就把代碼放在我這兒 然後大家都能看到 所以是這麼來推動的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就會遇到很多很多的質疑 為什麼 憑什麼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為什麼要把代碼放進去 之類的 都會有 然後昨天其實 前天 去了那個404科技 就是那個 東上 對 就在他們公司跟他們聊 他們也在做類似的 內部推動開源的事情 所有的苦 吃過的苦 都一模一樣 都是這麼來的 所以很好玩 不過我聽一點 就是剛剛的問題 其實是企業想對外開源 然後內部要誰來知道 所以講的跟內源 不是完全一件事 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想對外開源 通常最想開源的是 我那個項目 主想把我的項目開出去 然後我遇到的主力 就是公司在問我 第一個問題是 你憑什麼 你這樣開出去 對公司到底有什麼好處 所以你得先說服公司 另外第二個 你得說服的是法務 因為法務會問你 你這樣開出去 會不會給公司帶來風險 你會不會給公司招來 招來恨禍 是屬如此類 所以你要說服法務 然後第三個塊的話呢 你還得說服其他的團隊 因為有可能 你開出去的東西 會導致他們的 產品的競爭力下降 所以你開出去的東西 以後你得跟他們打招呼 諸如此類的 就一關一關的過嘛 然後一層一層的審批 其實老闆非常清楚了 老闆又不可以聊一聊 是嗎 是嗎 我相信你應該非常清楚 我最後說一段話 因為我覺得這個 Google Doc 就可以一直留著 它是一直留著 大家在一直上面提問 然後我回去以後也可以回答 大家回去還可以提問 它就變成一個長期交流的版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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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反正時間也來不及 好 好 因為我 在加入到Google 之前 我是在華為的 然後我在的那個部門 就是華為管理 這個對外開源的 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是每個人 負責一個Google 然後像我是負責容器 因為我之前做技術 是做容器 所以 所有的事情都經歷 因為華為有一種套的體系 它要求你在開源之前 如果你做 首先主導 基本上我們看到的是 華為的業務部門 它發起就是說 比如說 在它的生產程度 它寫了一個project 然後呢 它覺得說這個東西我需要開源 然後它需要到華為內部去匯報 就是跟 專門有一個會議 然後每個月有兩次 然後你必須到那個會議上 那個會議上 所有的相關部門的人都在 你要上電上去講說 我要開源這個東西 然後我為什麼要開源呢 在華為裡面就說 你要帶來承煞力 然後其他團隊 也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 然後這個 那個 我們叫OSDT 然後它才會去 向上一級的老闆 然後去匯報 和 經過討論 所有的這個 部門也都同意這個項目開源 然後上面的決策的那個 叫 就是 我們就是CEO 他們來做出表開源 所以它有一個半場的過程 因為比如說華為裡面大概 那種會議裡面大概有十幾個人 那所有的朋友都同意 所以一般的情況下 他都可以坐這邊 這個位置 新作流 一個向日開源 我昨天講的大概要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呢 向日周期兩年 所以你剩下社區運作時間 都只有半年 然後所以 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一個方式 但是它的 帶來的好處就是說 它經過反覆的好處 因為你上去講說 我要開源 肯定會有人反對的 就是 我開過很多的會 然後從來沒有說 大家全同意的 沒有那種事 然後呢 一定會有人反對 然後呢你必須下半年 再找它 單獨溝通 這樣你勾動完了以後 其實你跟這個項目的目標 你的計劃 在法院裡面來看 他認為是 就是 處理得很清楚 對 因為他 因為他給一個人角色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辦法知道 全公司怎麼樣 但是全公司相關的人 都在這個會裡面 他會 每個人都會提供他的質疑 他跟所有人討論以後 上面的老闆就 你們 全都討論過了 他就想不應該 他這樣就討論 但是推動 我們看到說 必須是業務部門自己來推動 如果是 當時我 因為我在 我不算是業務部門的 我想給那個華為 人之前也 大了一年多的活 但我不是他們 不歸屬去發言 當時我們去推動 發揮內部的容器 包括 Covernet Peace 相關商品 簡單說 你就不是親兒子 沒人理你 我們是拿了別人的 拿了別人的預算 然後給他們幹 我就會打工 對 來 來 那既然這麼困難 為什麼還是從 不管從小工具 以後的人 從前去 為什麼還是要跟他 看一看 所以他各來營透的 或小工具 各種原因 因為 在我看 因為 在華為裡面 每一個部分裡面 它是有全職的 做open source的人 就是 這個部門 比如說 有三到五個人 他的預算 就是你去工件 在cubernages的工件裡面 華為做了很多 那些人 全部都是只做cubernages項目的 不做業務項目 然後他們說 他們包參與別人的項目 他們覺得 這個 不做內容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都是 去做的都是非常優秀的格式 包括華為在北美 在歐洲 他們希望說 我都猜這麼多了 我們想自己做 然後我自己做 也可能會做一個很好的想法 所以他們願意去 基本上是他們來做 沒有 沒有見到一個 由業務方直接提供的很少 就是 比如說業務一門的老闆 對 提供來說 他還沒有 基本上不會有 對 好 那剛剛請問這個問題的是 是托尼馬還是哪一位 我忘了 對 好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還是你有什麼 就是我們把它close掉 看看 你覺得 我剛剛隨便寫 就是他們回答的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等等 我想問的是 就是 要有這個專門的部門 專門的部門 在前面的部門 好 要有專門部門 之前在寫一部 弄這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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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問說 我們不是說 華為有個專門部門 那以前沒有這個部門 我們怎麼讓這個部門 罰出來 那個部門 成立的時候 是華為 就是英特爾 有一個開源的實驗室 它的實驗室 大概 我聽到最高峰的 700人 在中國區 在中國 包括上海的位置 當時華為 看到華為 就是經常會去學 IBM的管理 學英特爾的管理 學微軟 就看到英特爾這個部門 因為英特爾是做慢硬件的 然後呢 他們說他們 這些人 當中是被他的客戶去服務他們的溫燒項目的那一盒 柯爾諾 他覺得這個方式 對他的客戶是有幫助的 所以華為覺得說 這個道理是不行的 所以華為還在 15年 14年底的時候 成立了這個開源 我們當初聽說叫開源的武器 然後說14年底的時候 服務方向就開始告人 在大陸 把當時做開源的人全部都挖進了 請問一下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是在微軟 在從2010到2016 那微軟 知道大家都已經說 微軟是邪惡的地圖了 開源啊 還有 這個開源是 Cancel 之類的 但是呢 在2012年開始 微軟主義一個公司 叫微軟開放技術 那因為我呢 就是在加入這個公司裡面呢 開始在做內部的改造 那我特別要講 就是開源是兩個力量 第一個 那是一個一把手工程 第二是由自下至上 由下至上 需要兩方的力量 那為什麼先講是由下至上呢 因為下面很多人 他們想要參與開源 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 然後呢 能夠在這個業縣產業影響地 另外一個呢 那另外一個呢 是被頂層 比如說 微軟當時的老闆 那他呢 現在老闆 那他呢 這個 宣布了公司整個開源 那我們那個部門就猜測 並為這個 微軟 整個本體 那 裡面有很多故事 那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呢 那我在六個月份呢 在這個上海的 Linis Foundation 辦一個 這個 OSS Summit裡面 有一天演講 大家來google一下 找流天洞 那我的演講題目 叫企業開源的 治理的實踐與案例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這個PDF啊 這個都可以下載了 裡面有很多的 怎麼樣 內部啊 成立辦公室啊 怎麼樣可以動的流程啊 這方面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對對對 可以看到寫的 來 來 來 貢獻一點點想法 那關於像成立這個 像在google內部的話 這個叫做open source program 那當初會成立呢 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有些工程師說 譬如說我們餐廳裡面會用到 我們會抽取的東西 那 那 原來從GPL 開始有點GPL 在社會的影響 那這方面的影響 不是每個工程都搞清楚 所以要有專家來幫忙看 那當然後來也有些工程師說 OK 我們做的東西 我們要幫我們出去 那 要還是不要相當的 OK 希望有一個決策過程 對不對 所以就不需要有決策的 組織出來 所以就不需要 那當然成立的時候 一開始一定是找一個 就是說在這個社群裡面 所以大家可能夠有 比較熟悉這些運作 對 那所以等於說 一個任何一個公司 想要參與這個組織 其實是 要有 需求 就是你有這個需要 然後可以 一開始當然會有這個組織 大概就不方便 剛好沒 case by case決定 要怎麼做 如果說這個case夠多個 我們會發現 你成立一個組織 比較有效益 OK 然後也比較要 我們會看錯 所以組織大概會是這樣子 有機的去釋出來 我們認為是這樣子 那至於像那個 好處好 我覺得 其實有 這個真的是 白白種這種 那有的是說 我們用到了 人家的 open source 是A 然後 可是我們把它改成了A' 然後 我們要自己回復很辛苦 我希望能夠 contribute outstreet 公司轉不轉 光這個問題 可能公司不一定就不轉 OK 那 所以這個 這個就要去選公司說 為什麼 他們要去被公司披押 這是你對 工程生人的 非常好的確定 或是只能不能夠寫 寫code 人家說服別人說 我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對公司是好的 那公司那個 做生意 做code的人 能夠買這樣 OK 這很重要 這是很重要的能力 那 那另外一種是說 我不是 只設 那 comptribute option 不是要不要開一個新的項目出來 我要開一個新的項目 然後這個新的項目 我要open 那我對公司有什麼好處 這個是更大 比方想要 在網上找不到 Google為什麼要open sourced benefit 這其實是背後有很有絕對 的 一些邏輯 所以 這個華為裡面 就是考慮了 半年 對 音樂兩次會議 然後每次都問我們 咦 能不能怎麼看 物理會表現 對 對 現場在一起 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 真的 各個普通公司 做各種不同 各種不同的 呃 就叫做 呃 那我這邊想要講就是 各位最近如果說 像剛剛這位大哥 有這個文獻 我可能要跟你討教一下 因為呢 我剛好是在台灣的科學園 這個 雜誌 我是一個專欄作家 那我最近在寫 open source 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之前也寫好幾個很好 那我最近要寫的就是 企業跟 網民社群的進盒 那就是企業 為何要網民社群 然後他的場 各種不同 場域和他的原因 OK 所以我可能想要收集 各位這方面的 已經有的 現有的一些經驗 我們 我要採討 所以 待會 規劃跟各位討教一下 好 終於一起吃飯 OK 可以可以 那我們往下一個話題 因為這個話題很多 我覺得現在已經四次都完蛋了 就是 TonyQ講了說 到底這個 你們解釋一下 我簡單用一個問題問 就是大家其實 有一些企業其實我們 就如剛剛其實都有討論到 其實開創了一個新的發掘 有很多的問題 包含我的發掘對別人有沒有用 怎麼知道 很多這類的問題 那其實想要問的是大家真正就企業有幫助的前提 我認為開源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對企業本體的幫助 對企業有幫助的前提下 大家覺得是貢獻別人的專案為主呢 還是自己建立一個獨立的專案 主力建立一個開源的項目為主 這兩件事我其實很好奇大家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short answer 我覺得蠻好奇大家的想法 我們自己認為是貢獻別人的專案為主 但有些時候我們不曉得把別人的專案資料 請問是怎樣 有人想回了 有些問題的檢查啊 如果已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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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專案可以為什麼要再造 沒錯 對 那如果沒有人請就要自己造啊 是的 有些公司他就是會 他就是會願意另外做一個 對啊 對 是的 我真的對他的公司形象會有考慮 理解 這個說實話 就是從公司司來說很難理解 你為什麼要造一個資格 是的 但是企業會覺得 我反正也要投入別人 反正是在外面放在 我為什麼自己搞一個 從屬於我的品牌 然後再投入別人 理解 那我自己觀察還有一種狀況是 因為市長開源蠻政治的 對 是的 有時候這個螺絲這樣 這個方向 一段時間他要走另外的方向 你不想跟 那就是辦法 對 我還沒說一個故事 有沒有可能fork到已經回不去了 不是 有一個故事我可以說給你聽 就是 就是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團隊非常深入地在做 BitLab的開發 然後呢 我們在BitLab上面做了一個插件框架 這樣可以方便 就是說它的原始版本升級了以後 我只要把插件搬過去就可以 為了這件事情 我甚至在去年的中部開月年會 在深圳辦的時候 把BitLab的CTO請到深圳去 我當面跟他交流 我說我想把這個插件框架重現給你 你要不要 他說不要 完全理解 為什麼不要 因為如果BitLab加了插件框架以後 它的生態就不是在它的完全掌控中了 所以我當時心裡面就起了反心 那要不要我自己也搞 本來我還是想負獻的 理解 大概是 我覺得這一個跟我有點 我覺得跟昨天晚上的那個最後一個Kino 有一點呼應到 就是如果假設某一個 就不是Googleman 是Goog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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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 會有商業利益上面的錯誤 就會比較想到 不想別的 Blink也是從那個 WebKino那邊 跟Youtube 不過其實我覺得我的出發點 還是回到公司 還是回到企業的利益上 就是在企業上 他會做這件事的利益 跟他投入的成本 因為我覺得我們很大的 常被全然決實是在成本 像我們自己帶團隊 像我們也帶一個小團隊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做它要我們考慮三件事 一個是團隊成員的能力 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 包含舉例 有些團隊還在幹 那種把Config的前進 Reporter之類的蠢問題 那個就很難開源 因為它很難把敏感資料清楚的 那包含你的架構是不是值得開源 包含你的問題是不是通用的 那其實都有一些問題 那裡面最大的問題叫做 要做這件事 在你的團隊質量不夠的時候 那會剩很多額外的成本 那那件事有很多的目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 大家在貢獻的時候 你們心裡想像的那個標的 像剛剛能夠對外要更好評審 那個我覺得都是已經高級企業做到 很多中小型企業其實本質上 或許是希望自己的質量 達到基本的水準 對啊 說一點 因為 昨天晚上剛好說了 那件事 應該他們帶刀的 那應該知道 我幫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 所謂的小型中小型企業 我在幫他們產品 和MENTO 基於玩法去破壞器 這個企業絕對不是 你口裡說的中國大陸的大型企業 他們絕對沒有那樣的技術人員 但是他們還要去做開源 這裡面有一個最核心的東西 就是 所有的IT企業 你都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員工的穩定性 和實施度的問題 開源有時候對於大企業來說 是女生 是Marketing 是Strategy 那是正常的 因為我也在大企業 我也在大企業 我也在大企業 但是 對於中小型企業 對於個人 還有公司的branding 公司的號召力 員工的這種歸屬感 員工個人發展的需要 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或是你 這是一個 就是說 在全球來說 不管是我們 在全球來說 是不同規模的企業 針對不同的目標的 一個必然的一個選擇 就是 因為今天 Evastica的那個 時間不在這裡 對 你如果問他 你會看到說 現在你去看 所有的西方歐洲的初創企業 Distributed work 是一個標配 必須的 因為只有這樣 你才能招到足夠的人 他們才願意 陪你在玩 所以 至於你說你是去做 upstream 還是去開一個項目 來取決你的 你有沒有那個經歷 因為我自己有 我自己新建了一個項目 我把它推動 拉法基的 Top Level Project 然後我現在是項目的 VP 項目的PMC 然後我告訴你的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 就是 你的家庭環境 有沒有可能 讓你有如此 你自己去幹 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就是 你結婚 你有老人 你有孩子 對吧 你有沒有那麼長的經歷 可以說 每天都有那麼長的時間 正常的情況 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的co-maintainer 至少每天要花12個小時 其實我也有一個項目 是開業的 而且也算通用 其實我好奇的是在企業的角度 個人的角度 我們當然就知道自己是可以 企業角度不衝突 因為企業本質上來說 它有兩個可能 一種是充分的好的 就是說 這個我昨天其實在講 聽到的時候也有講過 開業軟件最大的東西 並不在於降低你的能源 而在於提高更好的軟件質量 和軟件質量 所以對企業來說 很多企業為什麼會選擇 Apache Foundation 選擇Linx Foundation CNCF 並不是因為 那裡面提供了一個 你在本地做不到的特性 那不是 本質目的是 你可以百分之百的確保 那份代碼是不夠安全 和可以被控制 以及可以被定制 這是 這是你一定要做的一個事情 我們這邊的問題 來來來來來 先分享一個 我們做了工業的校團隊 我們做的是健身器材 然後我們大概七年前開始做 所以我們發現 健身器材的產業裡頭 沒有公用的通訊標準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先把所有的 二子吉他廠商的東西都先穿好 然後後來我們發現 這樣還是成不了事情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提案 移到藍牙協會 變成一個 Bedance Machine的頭髮 所以我們做了另一種開源 我們是 通訊Potable的開源 變成一個 藍牙的Potable 然後 那一個東西做完之後 我們的目標 還是回到 剛剛同學在問的就是 我們覺得企業的目標 通常就是達成股東 或Stateholder的行李 要嘛就是要獲利 要嘛就是 公司要幫忙投資獲利 要嘛就是幫忙跟投資者 達成他另一邊 另一個時間的目的 那 以我們這邊來說 我們的目的想達成說 大家不要再賣健身器材的硬體了 應該趕快去做後面的那一整整 所以我們要讓大家棄手硬體的這一塊 對 OK 那我們只剩八分鐘後面一定談論不完 但是 我覺得還是選一個再講一下 就是 Kevin你覺得選那也好嗎 345 4吧 4吧 如何把開源利用回饋社群 企業 OK 中國主要企業 那 那 現在在做中國主要鞋藥物 主要做 就 就這兩架嘛 畢你也算是主要啦 我們怎麼都不是說 畢你算是 新的貴 新的貴 畢你先講嗎 你都沒有講 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簡單講一下那個 快點 GD對開玩家的態度 然後其實我上那個 國年拼造影響過了 GD近年一直發展非常快 然後軟件中心大部分 都來自於那個外部外開玩家的項目 那這個年來已經念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想去加貴社區 所以我們基本上 目前还没有什么去考虑商业目的什么战略 我们只是想去构建一个对外的一个技术的输出 以及去建立一些生态 然后适合一些像我们是交通里面的标准 在社区里面去推广 可以查一下你们OpenData的这个 我们开源了很多的项目 像我们有一个智慧交通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说会有汇报全球的英国指数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跟深圳还有北京的 就是交通网那些人一起去把整个交通用途的技术算出来 然后这个项目其实是开源的 但是其实那个百度和高德他们的地图是也都有这种用途之说 但是他们又没有开放 然后我们想开源出来去在业内建一些交通里面的一些交流 然后其他像我们有人工智能项目 然后中间键 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像我们前段项目比较多 然后其他一些工具加购 然后小工具什么 台湾那边有什么 没有 没有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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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 不能 让我再讲一下 因为这个 你讲的是 我正好在寫一篇文章 但是那篇文章寫了一個多月沒寫完 因為有各種亂抓到的事情 那一篇文章裡面想提一個數學模型 來喔 那可以這樣 正好這裡有白板 這樣的一條線 什麼線呢 就是收益曲線 假設這是一家新創企業 開源對它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 它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 所以它會開源 到了這一段 這一段是很多企業會很難思考的問題 就是開源對它來說可能會有一個利潤的增長 或者是利益的獲得 但是會逐步的收益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思想上可能會存在多家競爭企業 而它並不是最強的那一個 它會選擇開源 但是又會選擇部分保留 它會做這種權衡 這個時候是最困難的 所以它會又想開又怕開 然後又再選擇說 要不要把某些國快留在自己手裡 把某些國快開出去 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啥呢 這一段是如果這個企業已經在這個市場上 在有絕對的領導地位 它已經很賺錢 只要開源就是幫別人賺錢 它一定不會開 我覺得這是三種企業 或者說是 如果它一個企業當中的產品很多的話 這是它最賺錢的東西 它一定不會開 那些它剛剛新興的業務 或者說它還沒想清楚這個市場會怎麼樣的時候 它就會開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我是覺得這樣一個數學模型也許可以解釋很多現象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提過類似的這樣的一個 你 就是說 在你這個模型裡面 我覺得就是在頂峰的這段時間裡面 我以前 因為在豪宇裡的開業能力中心是負責內部的 所有你引入的 Open Source 項目的成績 那個是 上面有一個40個人的團隊在做 當時我們分析認為說 作為像華為這樣的公司 開業項目的維護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後呢 而且在已有的歷史版本 因為華為是做硬件的 它的這個盒子 它的這個路由器出去以後 交換器出去了 你再想去給它升級非常非常高 當時我們的判斷是說 使用了這些開業項目 也然後造成了華為的整個的運營成本特別高 然後呢 如果再把它開出去 如果大家再不去那麽兒 華為再控制不住這個整個Future 在這塊的時候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華為裡面這失敗的那個ZAM ZAM的項目大概兩百人還是三百人在維護整個的一個 內盒的整個所有的功能 但是它已經合不回去了 現在這個項目基本上就是 每次開會討論的時候 大家拿這個項目都失敗了給我來講 就是這種程度 我覺得在這個頂峰的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作為這種大型企業它的維護成本 它如果開出去可能會更高 如果它自己做的話可能會更好一點 所以 這是我一個看法 我認為就剛才像你 吳盛說那個 我覺得我們 我經歷過 包括在現在的統訊 就是認為 開源項目的使用成本可能要比自己維護還要高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我不認為說 OvenSource項目會有很強的安全問題 就是很強的安全問題 這個安全完全 我認為是應該定義什麼 我覺得開源項目引入了很多安全的問題 要比自己寫要帶來更多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只剩倒數一分鐘 那 我也講一下我個人觀點 就是說其實這個問題本身 如何將開源利用成果回饋給社群 正在企業的角度來講 首先 企業要做任何事情是要對它有利的 這個想法大家先記得 它要回饋一定是它計算過 決的或者是戰略上或者是戰術上對它有利 它才會去做 所以我們社群不能一廂情願的覺得說它會回饋 OK 這是第一個 然後覺得它不回饋的罵它 這是沒有意義的 OK 因為其實它企業存在的本質就是賺錢或者是勝出 所以很多人他覺得我要把開源回饋給社群 或者說我用了開源這個方式 一定是因為我用了開源能夠 比如說得到獨佔 什麼叫得到獨佔 就是說我把它開出來了 大家把它用了 最後這個領域 這個技術領域就只剩我牽頭了 其他人出來的即使 它能力更強或是它什麼更好 但是我已經佔有這些用戶了 大家都知道你學會一種東西之後 你就懶得學弟了什麼了 所以它最早開出來 譬如說Tentaflow好了 它開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用了 然後我會擋一大堆 網上教程都很多 小白也就只知道Tentaflow 你跟他講的新的東西出來 他沒聽過他也不知道 即使那新的東西出來 全剩你知道 對Tentaflow是全剩 它也沒有用 所以它還最舒服 所以說其實 就是企業做開業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自勝先機 然後並且趕快拿到開發者 然後開發者再形成一個 它就療了嘛 吃這個東西 就把它吃大麻 就吃了療了 療了之後它就不會去還了 所以企業是要尋求獨佔 所以開源跟獨佔 壟斷這件事情 但很多企業看來是同一件事 所以像以我公司為例 我們開源是很多是 產業標準發展部的人在搞開源 他覺得說以前定是產業標準 我們把這個什麼5G標準 把什麼標準 藍牙標準定了 其實他覺得開源也是標準 我們參與現在把這個標準定了 結束了 所以企業的思路是這樣子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一場還有一個BVF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你要再講 我兩句話就好 其實企業的企業角度 真正要處理的事 是怎麼讓企業的 限制工程能量 能夠回到這群 其實多數是主要 被企業阻止 而不是企業怎麼回覆 好不好 在大陸裡面 我才遇到的 就是說 我哥 有個商品要開源 然後他的片 他的全臉很大的 他會說 你為什麼要開源 你如果已經不飽和 你還能做這個事 其實主要是 閒置能量的在利用 好不好 如果沒有閒置能量 有的話就是你的口名很爛 我們都不知道 公文是一天 有六個小時在工作 就了不起了 你比較務實 好 我們到時間 補充就到 你下一集是全開臉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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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